房市景气每况愈下 那对于营建产业来讲 是不是有可能让股价雪上加霜呢 彦君 最近出现一个新闻 就是房价的这个价格倒挂 那我们听到说这个殖利率倒挂 那房价倒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预售的价格 比新成物还要便宜 那这样是一个景讯 那我们来看期货的价格怎么决定 这个根据持有成本理论呢 我们期货的价格是现货价格 再加上持有成本 这个是期货的价格 那原因在于说呢 现货就是现在这个商品的价格 那它会有持有成本 我们要把它加上去 那我举这个房子来说好了 我们的预售屋 那目前呢就是钢筋水泥嘛 要经过人工加工才会变成房子 所以这个预售屋呢 其实就是期货的价格 所以预售屋就是我们期货的价格 那我们现货的价格呢 就是目前房子的价格 就是新成物的价格 那持有成本呢 就是我们买进这个房子呢 需要跟银行贷款 需要付利息 那另外呢 我们持有房子呢 我们要付地价税 要缴房屋税 这一些都是持有成本 所以预售屋的价格照理说 要等于新成物的价格 再加上我们的资金成本 还有税金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 预售屋的价格呢 是会比新成物来得更高的 对 但是现在居然出现了倒挂 就是跟原本事实 跟原本交割数上不一样的状况 那这样的倒挂发生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现在呢 在新北市有四个地区 那我们统计出来 包括了淡水啊 金山啊 山峡啊 甚至连板桥 其实呢 它的预售屋出现了 这个倒挂的情况 就是预售屋卖的呢 反而比新成物还要便宜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主要跟这个建筑成本有关系啦 OK 那第一个是因为景气不好嘛 那如果景气不好的话呢 其实房价就有机会下跌 那另外呢 在过去的两年 由于钢筋水泥的价格 持续的上涨 那钢筋水泥价格上涨的话 其实呢 这个房价就会往上嘛 因为沙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成本变高了 你的价格房子当然会跟着涨 对啊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房价上涨 有一部分是利率 那有一部分就是钢筋水泥的价格在上涨 但是最近呢 因为中国大陆的房地产景气不佳 那除了这个龙头的恒大以外 其他的一些营建股呢 其实也面临一些财务危机啦 很多的烂尾楼 对 好 所以呢 供给面的部分这个价格这样涨上来 好 就会导致 好 所以呢 这个钢筋水泥价格下滑 那我们已经知道预售屋它的这个原料就是钢筋水泥嘛 根据这个能力的这个加工才会变成这个新成屋 所以成本下降 那预售的价格下降 就可以下来了 本来就合理的嘛 对不对 对 好 那这样子的影响呢 其实对建设公司来说建筑成本下降 其实建设公司的压力呢反而是趋缓的 它的成本下降获利反而有机会提升 所以难怪最近我们有听到一些预售屋的案子说 这个我把房子的价格单价降下来之后 我还退钱给原本已经买房子的客户 对 其实就是跟这个建筑成本有关系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预售屋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它价格下降 但是我们建造的成本也是下降的 所以呢 事实上建设公司的压力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沉重 那另外呢 如果是精华地段的土地 它其实是稀缺的 所以呢 它的推案量呢 有限 它如果是在这个蛋黄区的部分 它价格呢 比较不容易下跌 但是如果是新北市的一些蛋白区的部分 比如说金山啊等等 三峡这一些地方呢 它的价格呢 的确是有松动 的确是有在缓跌的状况 好 所以如果对于这个建设公司来说呢 就是如果推案区是在蛋黄区的 比较不受影响 我们讲在蛋白区的那个价格会有微幅的下滑 大概下滑5%左右也没有很多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供给面 供给面开始在改变了 那需求面的部分呢 其实需求面也一样啦 因为现在利率是上升嘛 台湾在12月很有机会再申办嘛 那如果这样的话利率上升 那这些贷款的负担变大 如果是投资客可能就会缩手就不买了 因为我成本压力我一下养个几十套房子 如果这里也要升一点 那里利息钱也要多增出一点 那我当然就开始抛售啦 那除了这个利率以外呢 其实股灾呢也导致说我们房地产的成交量下滑 那其中最明显的地方在新竹在竹北 哦 因为这个股票市值的影响 对 因为这个竹科呢 竹北呢很多的工程师 他们除了就是买进自己公司的股票呢 然后也去买进其他公司的股票 而且投资的标的主要是以电子股为主 那当然今年就是台湾的电子股很惨嘛 好 所以这一些股民呢 他可能投资股票赔钱 他的资产变少 所以就没有资金去买进这个股票 好 所以呢发生股灾的时候呢 对这些竹科的工程师来说影响很大 所以竹北呢是最一次的重灾区 成交量下滑很多 那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嘛 薪水不涨 所以其实自助的刚性需求呢 跟资钱比呢也是在下滑的 好 所以这个彦均谈到目前为止 从房市的供给面跟需求面来看 各自有各自的难题要解释 可是对于营建股 他反倒认为打极面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大事吗 对啊 那我们来看 因为其实升息的幅度是低于预期的 像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啦 其实行政院都在反映说 说其实还是要注重这些首购族 注重这一些青年族 因为他们房贷的负担压力呢比较重 所以不希望央行过度的升息啦 所以升息的幅度呢其实是低于预期的 那另外呢虽然房屋的价格下降 但是钢筋水泥的价格呢 跟资钱比也是在下降 所以建商的获利呢反而是有机会提升的 那另外呢我们听到很多的烂尾楼 很多的小建商倒闭嘛 好 那个是小建商的部分啊 那其实大建商它的财务体质还是很好的 根据这个替代效果 其实大建商的业绩反而是成长的喔 那我们看到下面一张图 那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上市贵公司的这个业绩啊 这个是未认业之合约承诺 就是预售物销售的金额啦 它其实呢我们在每一季每一季啊 它是持续往上涨的 那目前并没有衰退的趋势 所以小建商财务体质不佳 但是大型的这些建设公司呢 就是预售物还是卖得相当好 我们买进台股 我们买进股票 我们都是买上市贵的公司嘛 所以呢上市贵的营建股呢 它的体质还是相对好 还是相对安全的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阶段选股适合吗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再来追踪